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整理了一下 2019年横扫饭圈的综艺节目 Kindom的男团版 Kindom的最新消息 昨天,MNET对媒体表示 同邦兴起成员Yuno跟成名 将会担当Kindom的主持人 因为这是两个人出道17年以来 首次一起主持的节目 所以网友们的期待都非常高 哦,节目等级突然被提高了 疯了,规模怎么变这么大了 突然感到有威严了 Kindom这个脑子用的挺好的 就是说嘛,突然变成了非常想要看的节目 Kindom这个名词 跟同胞性也确实是很相配 然后从去年开始就有消息传出 可能会参加的MonsterX 昨天,所属公司对媒体表示 将不会参加Kindom 然后现在已决定出演的 The Boyz, 3Kids, ATEEZ之外 MNET正在与Icon, P2B, SF9进行讨论 而根据媒体报道 Icon只剩下最后的协调了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为止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Icon一定要看了 突然产生兴趣了 Icon想都没想过的团体 好新鲜 而参赛名单比想象的还要厉害 还以为会就这样完蛋了呢 好惊讶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说成Kindom的话 感觉有点弱 这样的话 Pentagon为什么要参加Rod2Kindom呢 好傻眼 其实我觉得 什么Rod2Kindom Kindom应该自己在那里分等级 就已经让粉丝们非常不爽了 所以最起码 我们这次不要对参加的男团 说什么级别不一样 等级够不够的 会伤到粉丝们的话吧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餐厅的后续 在女主播遭遇的事情 被很多媒体报道后 非常多的网友们 开始了一颗心评价的攻击 结果餐厅老板也亲自在官方 Accidents上传了手写道歉文 本人后来听到 在店内发生了这种不好的事情 真的是惊慌的不知所措 那天早上 YouTuber去洗手间的时候 店内服务员阿姨跟厨房阿姨 说出的那些不愉快言行 直接都在直播中播放出去 而给了YouTuber洗不掉的羞辱感 以及心灵上的创伤 对这个部分真心的想要谢罪 这都是没能够好好教育 管理员工的我的疏忽 能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会以更好的餐饮以及礼貌 努力完成各自的职务的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所以是说 影片里的那个人不是老板 不过为什么骂丧话的大神们 都不出来道歉呢 老板好可怜 直接对他们提告也没话说的 这都是习惯 那天应该不会是第一次 在现场如果真心的道歉的话 也不会走到这个地步的 虽然知道老板没有罪 但是我也会担心 去了之后会被说什么闲话而不敢去 对于这家店的老板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想一下 现在的KPOP团体 都是由魅力不一样的成员们所组成 所以也常常被粉丝们分为 所以哪一种成员比较重要 一直以来在韩国饭圈 都是引起热议的一个点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首先是颜值派的留言 实力不行的话 偶尔会被骂 但是颜值不行的话 会长久被骂 长相不行的话 24小时都会痛苦 实力不行的话 只有在舞台上的时候会痛苦 爱豆的长相也是实力 如果不是那样 我应该会入康金尤诺 当然是颜值 首先长得不好看 根本就不想知道他的实力 实力能进步 但是颜值不能进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实力派的留言 在论坛不是每次都用实力 来攻击爱豆们吗 所以不应该是实力最重要吗 说实话 就算不是颜值非常高 只要有魅力的话就可以 所以实力跟魅力真的很重要 就算颜值再高 没有实力的话 就不会被吸引 能以颜值入坑 但是没有实力或者是魅力的话 马上就会脱粉的 真的要看个人喜好 像21的塔塔 虽然是没话说的漂亮 但是其而更以疯狂的实力 拥有更多的粉丝以及知名度 其实我觉得 除了称三个级别的颜值之外 长相真的会因个人取向 意见会完全不同 有的人可能不是那种大众的帅 但却在我眼中非常有魅力 不过 毕竟现在一首歌 不是只是用来听的 所以颜值也不能说不重要 所以大家觉得 爱豆歌手是颜值重要呢 还是实力比较重要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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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